2021年11月 有一个让人惊掉下巴的新闻 说的是直播网红 罗小猫猫子在直播的时候喝农药死了 但是他的悲剧并没有就此停滞 相反 他的骨灰还被人在殡仪馆偷去配了冥婚 你以为因为他是未婚的女孩 所以他才有机会成为配因婚这种习俗的受害人吗 上海大学文学院的中文系教授 他也是一位民俗的专家 他在研究冥婚和配因婚习俗上有着多年的经验 他曾经说过这么一个故事 一个90多岁的老太太去世后 他的家人竟然给他配了因婚 原因是他这一辈子都没有结婚 是个单身的 在当地的习俗里 没有出嫁的女人是不能上祖先的工作 他也不能拥有自己的牌位 所以在他快厌弃的时候 他的两个侄女问他是不是同意 因为他临终已经没有什么意识了 大家就默认他同意 老太太去世后 家族的人就安排风水先生 给他配了一个八字十分相合的老先生 这个老爷子十年前去世 去世的时候刚好82岁 配因婚的时候老头子刚好92岁 老太太91岁 那么从这里看他们就是比较失灵了 当八字合了以后 两边的家族都同意了 男方就出钱负责了整个明婚的婚礼 把老太太迎娶过去了 最后合葬在一起 女方的家人也因此得到了一笔聘礼 这个案例当时代根教授非常大的震动 作为配因婚研究多年的专家 在他的印象里 他以为配因婚这种民俗 他只会在未婚的青年男女身上发生 闽婚这个分俗传统 其实在华伦地区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而且不仅是在东亚 甚至在整个东南亚 甚至欧美地区也是存在的 像日本 韩国 台湾 香港 新加坡 马来西亚 都有这样配因婚的习俗 比如韩国女性郑多斌 她在2007年自杀离世后 她的母亲在四年后 因为不舍得女儿未婚辞世 为她安排了和鬼新郎文在成的闽婚 在2011年的5月 位于韩国经济道阳川的龙前寺 两家人给两个阴间的男女举行了闽婚仪式 并且把文在成的骨灰 移至乌托邦领骨塔 与郑多斌的骨灰一起安放 只不过在这场婚礼上 两家人她本来就是相熟的 交往也已经很多年了 在韩国呢 闽婚通常都安排在寺院举行 虽然现在韩国的闽婚分俗 已经不是非常普遍了 但是民间依然有一种叫 闽婚婚友社的网站存在 你只要提供一张网生者的照片及户籍 就可以寻找闽婚对象了 在台湾呢 生人和死人的这种闽婚仪式 比较流行一点 又称作取神主 也就是说 当一名单身女性离世以后 她的家人会根据她的八字 寻找一个适合她的 阳间的男子结婚 通常都是家属会在一个红包里面 放上死者的深层八字 指甲 或者头发 几张 现金 家事好的家族 还会放一大笔钱 作为未来孤爷 创业的资本 那么如果有人在街上 捡到这样的红包 那就默认着 你接受了这一桩婚礼 你要迎娶这个鬼新娘 如果你拒绝成为新郎 那就会有厄运缠身 这个取神主的仪式呢 一般跟结婚仪式非常相似 不同的就是男子会跟对方的一个神位结婚 结婚以后呢 仪式完成了 就要把这个牌位带回家 共分起来 有趣的是呢 在台湾这样取神主的男子 他是可以再婚的 如果你已婚呢 也需要把鬼妻奉为大老婆 而家里现的这个老婆 称为小老婆 为什么台湾有这样的一个传统 它同样跟闽南地区 就是姑婆不能上神桌的传统是一样的 就是女人未婚的时候如果去世 那么她的牌位不能进家族的祠堂 她的坟墓呢 也不能葬在家族的一个墓地里面 那么她只有通过闽婚的仪式 她的牌位才能进夫家的祠堂 所以呢 往往有一些在试婚年龄前就去世的女子 或者在年少的时候夭折的女孩子 通常都会以闽婚的形式来配婚 来确保她能够被供奉香火 所以呢 当地人都是知道的 路上的红包不能随便捡 捡了你就有可能娶一位鬼妻回家 那么有些家族挺大的 她有可能会在红包里放很多的钱 那她也有可能会去招募不介意的男子 给她一笔发家致富的费用 让她能够创业 有一笔创业的资本 这种闽婚呢 并不是说男子一定要去勋账 她只要跟那个鬼妻的牌位 进行一种形式上的婚姻就可以了 这个配因婚的风俗啊 在华冷地区既然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那么历代的官方是如何看待这个事情的呢 在两汉之间有一本借西州人的口吻 写的一本书叫《周理》 这里面对待敏婚啊 她就有非常明确的态度 那就是坚决拒绝 进千丈者与驾伤者 这句话呢 透露了两个信息 人们在两汉时期啊 就已经有这种配因婚的形式了 只不过那个时候的配因婚 主要有两种形式 第一个呢 叫牵杖者 是什么 就是两个已经死去的人 最后经过拟婚的仪式呢 两家的墓地合葬在一起 那么第二种形式呢 叫嫁伤者 就是因为古时候 她是一个媒妁之言嘛 那女孩跟另外一个 没有见过面的男子 只配婚嫁以后呢 他们通常会有个订婚仪式 两户人家会进行一个 长时期的一个结婚仪式的准备 那么如果在准备期间 有可能有一两年的时间嘛 这个男子如果去世了 在举办结婚仪式前去世了 那么这个女子为了忠贞 或者是两家的蒙面 她还是要嫁过去的 这个时候呢 她就是嫁给一个死人了 所以称为嫁伤者 这其中这个伤 就是死人的意思 那么这个嫁 就是女子嫁过去 那这样子婚属 在有些朝代啊 有些传说里面 可能就是直接陪葬的 那这个就更加残忍 更恐怖了 这个女子嫁过去以后啊 她即便不勋葬 她也是要一辈子守活寡的 因为她生死你的人 死死你的鬼 那她在夫家里面 同样要做的 就是一个儿媳妇的本分 比如说孝敬双亲啦 在这个家里 要做她该做的一些事情 配因婚的分俗 其实在唐顺就比较流行了 曾经在敦煌出图了一本书 叫《大唐吉凶书仪》 里面就有很多嫁伤男女的父母 他们所写的一个叫闽婚书 打闽婚书 闽婚记文等 这是什么呢 就是在士林前去世的青年男女 两家人结为亲家的一种婚书 那说明当时的唐代这个现象 已经非常流行了 在后来宋朝的时候呢 有一个叫唐语之的人 他还写了一本书叫《佐门路》 它是一本笔记小说 这个笔记小说里 有不少关于宋朝的一些奇闻意识啊 其中就有不少就是和那个嫁伤 也就是配因婚有关的 它里面有一句话 是这么总结这个现象的 那就是凡未婚男女死亡 其父母必托鬼没人说清 一个凡字就说明了 当时配因婚的流行程度 也就是说在那个时代 但凡有没有结婚就死去的男男女女 他们的家人一定会给他们找一门亲事 那么历史上最早的一个千丈的记录呢 就是曹操给他最心爱的儿子曹聪办的一个闽婚婚礼 当时啊在历史书上是这么记载的 三国至宗记载 曹聪年十三 建安十三年疾病 太祖亲未起命 及王哀胜 严则流涕 未聘真是王女与合葬 曹聪就是那个家喻户晓 六岁就可以给大象称体中的神童 当年这个曹聪的聪明程度 已经让曹操把他内定为一个接班人了 可是这个曹聪命很短 十三岁的时候就找妖了 当年这场病呢 还不至于让曹聪死掉 但是呢曹操啊 早年脾气不好 一路之下呢 把话陀杀了 所以曹聪生病的时候 他广撒英雄铁 但是没有人敢接招啊 当年铁定能治好曹聪的话陀都被杀了 那人家给他治的时候也不敢用权力 曹聪早妖以后呢 曹操很心疼他的儿子啊 担心他一个人在地府孤单 再加上十三岁 也是那个时代该婚配的年龄 他就安排了当时同样早妖的 曾家小姐给他配婚 给他们举行了一场盛大的闽婚婚礼 一开始呢 曹操选定的并不是曾家的小姐 而是他更加看好的大臣 丙媛的小女 丙媛的小女在那个时候也很不幸 因为一场病呢 提早去世了 去世的时候呢 也没有结婚 当时呢 曹操就跟丙媛商量说 我们家儿子啊 能不能娶你的女儿为妻 两个孩子都已经去世了 也怪孤单的 但是丙媛 他是一个卢家的书生 他非常刚直 也很遵循卢家的礼教 他就直接的跟曹操说啊 免婚非礼也 十分当正的拒绝了曹操 不过这个也没有影响曹操 后来用继续用它 当时的官方虽然明令禁止 敏婚这种仪式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啊 上到曹操这样子的王公贵族 下到地方的百姓 大家依然会给自己 未婚的孩子去配敏婚 到了现代呢 在大陆的北方 还有一些地区呢 保留着敏婚的仪式 这个仪式甚至还会影响 活人的婚姻 就是说这一对男女 如果在死前离婚 他们是需要约定活离 还是死离 那就是说活离死也离 还是活离死不离 就是在离婚的时候 要讲定啊 两个人死了以后呢 两个人是要合葬的 还是分开葬的 那如果他在第一个男人 离婚的时候 没有约定生离还是死离 那么死后呢 两边的孩子都去争夺 妈妈到底跟自己的爸爸合葬 还是跟别人合葬 抢夺不到的那个家庭呢 就有可能需要通过敏婚的仪式 才让他爸爸一个人在地府 不会孤单 那严重冲突下 甚至还会酿成刑事案件 为什么会争 因为争不到的那一方 他在配敏婚的时候 是有可能需要出敏婚婚礼的 这个就需要后世的孩子们 来承担了 那同时呢 在东南亚的一些地区 也有一些配因婚的仪式 有些国家的人 都会通过 娶鬼新娘的形式 来增加自己的一个财富值啊 命运啊 有点像什么呢 就有点像养小鬼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呢 纳粹德国他有允许 没有结婚 但是未婚夫死于战场的妇女们 可以通过一种闽婚仪式啊 来获取国家的补贴 就是拿他们纳为 战争伤亡士兵的家属 这样子他们就可以领取 政治上的一个救济金了 同时呢 也保证有一些未婚 但是还有身孕的啊 爸爸又死在战场的那些 婚生的孩子呢 也配有一个法律上的地位 那为什么闽婚在现在还这么流行 甚至会因为找不到可以配阴婚的对象 甚至衍生出一种偷骨灰啊 甚至杀人配婚的这种恶劣行为呢 这个闽婚仪式背后 其实还是因为有一个信仰支撑在里面的 中国本土的传统信仰里面 人死后去到阴间 他们以为阴间是一个永恒的世界 如果这个人没有结婚就死去了 他会觉得在阴间没有自己的家庭 他就会变成孤魂野鬼 会有怨气 这种怨气呢 极有可能会影响他们在阳间的家属 家庭和后人 甚至会给整个家族再来晦气灾难 因此呢 活着的人为了避免灾难发生 就会给他们去找一个伴来配迎婚 闽婚的主角 已经过去的人 就知道自己死后会发生这么多事情 但是无论是一个死去的人也好 还是活着的人也好 这种闽婚的仪式 更多程度的是对活人的一种安慰 配迎婚这种婚俗的背后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原因 还是在于人终归是怕孤独的 他们活着的时候怕孤独 死去的时候也担心孤独 你们感觉什么觉得 或许可的一種安慰 对 尽管